這一條至少要三千塊 這是平秋冬的魚種 我的眼睛很大 等一下 我可能是想吃到門了 來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小蕙 今天要來帶大家吃 最近很紅的無菜單料理 我們來到了 民水蘭樂無菜單鐵板燒 非常感謝店家的邀請 讓我人生第一次吃到 無菜單料理 店家使用的食材 都是很高級又非常新鮮的 超級無敵期待的 那在影片開始之前呢 請大家別忘了 訂閱小慧的頻道 還有追蹤我的臉書粉絲團 那我們就趕快進去吧 GO GO 可以坐這 謝謝 今天搭配的是荔枝烏龍茶 謝謝你 有點燙啊 小心 好 哇 好 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開胃前菜 燻鮭魚山藥細麵 那這個燻鮭魚呢搭配我們的這個 手袍的這個山藥細麵 那醬汁的部分呢是回風醬油 那上面這個花草呢是日本的 生菜四季桶 來 小慧請享用 好 謝謝 好香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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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動得想像中的山藥不一樣耶 嗯 吃起來的 口感有點像芭蕉 有點像芭蕉 脆脆的 對 然後那個煙燻鮭魚 它吃下去就是很入口即化 好鮮甜喔 那我們為小慧上上這一杯是 蒜香鹹湯 那最近天氣呢 因為是冬天嘛 那我們會特別為顧客準備這個 用蒜頭還有黃金鹹去熬煮的這個湯 那它是屬於熱淺湯 可以鮮暖的位置 超香的 不要乾杯 很胖喔 好喝下去整個蒜頭 的味道都在口腔裡面 環繞的感覺耶 那個鹹的味道就是很鮮 鐵板 絲絲作强喔 好喝喔 乾杯真的好喝喔 乾杯真的好甜喔 乾杯真的好甜喔 看鐵板超像的太露瘋了 皮完全沒有掉耶 皮完全沒有掉耶 菜道呢 是松露蒸蛋 然後我們蒸蛋的部分呢 都會蒸到全熟齁 讓它吃起來的口感上都特別的軟綿 吃一下蘿蔔好了 這蘿蔔也太甜了吧 超甜的 裡面都是完全柚子醬的味道耶 因為那胡亂這個柚子很厲害耶 我好像對馬頭魚有點印象的 看它煮熟的樣子 真的 有印象喔 對 還有那個酥脆的味皮 那個白白的肉湊出來 對 它的肉看起來好多喔 哇 那個皮感覺超吃的耶 巧克力喜歡吃恰的皮嗎 喜歡 喜歡 先來吃松露蒸蛋 這個重點 哇 它彈彈的耶 上面這個是魚子醬嗎 那是魚子球 魚子球 這個蒸蛋也太好吃了吧 這跟我之前吃到的蒸蛋 完全不一樣耶 它完全充滿了柴魚高湯的香味 重點是 它直接在我的嘴巴裡面化開耶 巧克力有沒有發現到 裡面有一點一點的 是 它就是來自義大利的 黑松露 它光聞就好香喔 厲害 這個燈蛋很特別的啊 它這個碗呢 是可以吃的喔 它的外面這一層是 洋蔥圈 燈蛋跟那個洋蔥的那個 蔬菜的鮮甜味搭起來 不同的味蕾的口感 燈蛋餐應該很多人喜歡對不對 很多人喜歡 尤其是女孩子 還有小朋友 你看 滿滿幸福的味道 好 那小慧我們品嘗紅甘魚的重點 可以搭配這個 烏來的黑胡椒 好 那還有英國的馬爾頓海鹽做搭配喔 那下方是綠節瓜 都非常的健康 我先吃一口原味 煎得很漂亮耶 它的肉質是有彈性的耶 每嚼一口那個魚香味 就是在嘴巴裡面都上發開來 好好吃喔 嗯 加了黑胡椒跟很不一樣耶 那個魚肉本身就很飽水 變成那個魚肉湯的感覺 蛤 海鹽 這個海鹽沒有很鹹 沒有 它比較鮮藍 因為它就慢慢在你的嘴巴裡面化開 欸 你搭配結瓜 小慧其實妳吃得很快 是不是早上都沒有吃東西 早上有吃早餐 這很好吃喔 讓人家人不住一口接一口 結瓜好甜喔 馬告魚 馬頭魚 是馬告胡椒 然後配馬頭魚 不是馬告魚 這樣的話一般客人的話 他們會先從哪邊開始吃 我們可以先從 尾巴跟頭先畫一刀 有沒有 小慧其實妳很厲害耶 哇 好厲害喔 妳看的背面有多美 對 它表面煎得恰恰 可是它裡面是煎起來 非常有飽水度的 好香喔 Oh my God 好嫩的魚喔 它裡面的魚肉吃起來很細緻 可是它外面又煎得恰恰 所以馬頭魚也是很多人必點啊 很多人必點 好香喔 好香喔 魚軟海膽這樣 滿滿的 它還在抽動 妳剛剛才跟它推燒 對啊 好特別的體驗喔 它會在鐵板上面做炙燒 好香喔 龍蝦頭就完成啦 好 謝謝 來 真的很香耶 整個香味超濃的 起司跟那個海苔的味道 超濃郁的耶 然後還有一個秘密我告訴妳 它前端的蝦頭那邊還有蝦肉 這個就是蝦肉的精華 特別好吃 還有它的蝦膏 幸福的味道 這個香味也太新鮮了 很彈 魚軟不滋不滋在我舌尖上面跳舞 那我們下一道呢是這個 龍蝦生的部分 好 真的是好享受喔 門門都是充滿海味的juicy 剝開裡面就沒有了對不對 裡面是它的蝦嘛 喔 裡面是它的蝦 超級無敵 漂亮的 好大隻喔 小蝦可以拿刀叉啦 很優秀的啦 沒關係 我是讓你 這個龍蝦真的很甜耶 很彈牙 還有帶那個奶油羅肉醬而已 很濃郁的味道 搭配那個龍蝦肉 很濃郁喔 很美味的龍蝦喔 好多水滋米 它搭配那個烏魚子的那個 味道都更提升 口感變得很豐富 你們看很扎實耶 它是有在運動嗎 讚 那啊 下一道我們為小慧介紹一下 南非的活鮑魚 那我們是以延增的方式下去做料理 我們首先 真的好大顆喔 很大顆喔 對啊 可是有點調皮喔 Oh my god 再等一下下就可以了 它在裡面沉睡了 嘴飯好多喔 很juicy 嗯 很特別 一定要吃吃看 鮑魚的口感是 比較偏Q的 它比較鮮嫩 它水分含量比較多 我是第一次吃到這樣的口感 飽水度很夠 好 奢侈 奢侈了一口 那我們喝牛漢堡呢 是用這個A4跟A5的牛油 加上豬腳肉 這個漢堡好可愛喔 哇喔那個 肉的顏色好漂亮 我們自己自製的這個蛋黃芥末醬 哇 它平常都吃7公斤 7公斤 對啊 其實突然像那個迷你版 突然覺得 好可愛 7公斤 真的 真的 它那麼大的漢堡 這就是漢堡 哇 好可愛喔 好可愛喔 這漢堡 好可愛喔 這漢堡 好 那我分兩口 這個漢堡 這個漢堡牌 在牛子中度也 中度太好了吧 它麵包每一口都是那個牛油手飯發出來的那個香氣 然後加上那個生菜豐富的感覺 那個生菜很加分 而且起司它是稍微可以堪積的耶 好可愛喔 好酷喔 嗯 吃 吃 吃 好天然的火龍果 那很像那個火龍果直接拿去冷凍 然後打成冰沙的感覺 曹昏你喝喝看它的尾韻度是有什麼尾韻的 這個是火龍果很好 哈哈哈 它有一種火龍果的淡淡的甜香 對 對 它真的有解膩的效果耶 因為我剛才吃到現在來 其實我也沒有膩 好好喝 看起來感謝店家讓我吃到兩樣主菜 對丁基跟日本和牛 如果有會粉想要來吃的話 就是這主菜呢就是二選一 我有小慧介紹一下我們今天的主餐 有A4和牛跟A5和牛 然後跟對丁基 我們這道肉呢是 鹿兒島的A4 對 熊本的A5 它比較油一點點 所以看你做菜我都覺得好療癒 很療癒齁 很感謝兩種多多讓我吃到 這個牛肉很好吃耶 這個牛肉很好吃耶 我來吃一塊A5的看看 我喜歡A4的 比較剛好 對啊比較剛好 比較剛好 這個A5和牛它是吃下去入口即化的 可是A4的話它是 肉的細緻度都有吃得出來的 好喜歡喔 我現在做一點A4的喔 加蒜片 這蒜頭也好好吃喔 吃原味就很好吃了 好好吃喔 好吃 當然先把A4吃得完 蘸胡椒粉也很好吃 對 那美菜都要超多汁的 喜歡 越嚼越香喔 你讓那個牛的香味跟那個油脂 在你嘴巴慢慢化開的感覺 它在在我口腔裡面奔跑 好高級的鐵板糟 我今天就能吃高級的鐵板糟 這個皮也看起來太酥脆 它很脆 超脆的 這雞肉也太多汁了吧 而且它除了有個人豐富之外 它每一口雞肉也是有彈性的 可是貴丁雞是 剛剛那個師傅有說是沒有打 任何生長激素跟那個抗蒸素的對不對 對 而且特別多 然後口感上也會比較juicy一點 味噌滴又沾那個黑胡椒跟玫瑰鹽 這個荔枝烏龍茶很厲害耶 厲害喔 因為我剛剛吃過就是 比較油的那個肉之後 再喝那個茶 對味 真的很對味 為什麼我會選擇用布拉魚 因為布拉魚它有這個鮮的味道 龍蝦味噌湯 它裡面有那個蟹肉耶 它是龍蝦頭的前面觸角的肉 對 它觸角的肉怎麼那麼大 這個龍蝦太細緻了啦 那怎麼用湯煮這鍋肉變那麼細緻 這是我喝過最… 最鮮的那個味噌湯 好香喔 丟 很有層色感的炒飯 我不知道怎麼形容 這個味道很… 我沒有吃過的口感 主要是 我們把所有的食材炒到它爆香 香氣出來之後 然後炒飯粒粒分泌跟淡香的結合 最後加入我們特製的這個 炒飯的醬汁去做飯炒 對 這是… 很有特色的炒飯喔 布拉魚炒飯 這個布拉魚 脆脆脆脆的 這這樣厲害 這個炒飯很好吃 對 我們這道的甜點呢 是蜜桃芒果慕斯 還有加入這個 新鮮的水蜜桃跟芒果去製作的 還有這個 芒果的果汁 那最下面那個是餅乾底 它的慕斯是… 它是類似像果凍的慕斯 它是稍微Q一點的 搭配那個水果很好吃 很適合當飯或提供 提供100分 蜜桃芒果很好喝喔 我第一次這樣吃到這樣的蜜桃 第一次嗎 嗯 有吃蜜桃 好 小惠 謝謝 謝謝廚師 謝謝 對 那我們餐廳呢 有這個50年的背景 那晚上的部分呢 我們會要不要一起去挑選這個漁獲 我可以教你怎麼樣認識這個 新鮮的魚 野生的魚 OK嗎 你感覺很有趣 那那晚上的話就麻煩師傅了 OK 謝謝小惠 我們等一下就晚點去魚市場 然後今天也很謝謝店家 讓我體驗了五菜單 高級的日式鐵板燒 非常的滿意也非常的滿足 每一道菜真的都好好吃喔 提醒大家如果要來這邊用餐的話 記得一定要預約喔 好 那我們就晚上見 嗨 小惠 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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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邊呢 我這邊跟你介紹一下 我們漁市場的部分 主要我們是來 讓你認識一下 什麼叫新鮮的漁獲 什麼叫做我們的船 就是手釣鮮魚 那我們就出發囉 好 GO 你有看到嗎 Shark Oh my God 美妮Shark 我來這裡 我來這裡 這是我們今天的主題 手釣鮮魚 好多大隻的魚喔 對 這是超級新鮮 超級漂亮 每一個眼睛都很明亮 然後每一個呢 它的鮮都很鮮紅 它的鮮都超鮮紅的 它的鮮也都很鮮紅 超級鮮紅的鮮 這個是保證新鮮 我們現在呢 帶你來到了這個 這是手釣的一級戰區 對 那我們今天的魚呢 今天最近天氣真的是很好喔 它的魚種都很豐富 大木蓮喔 它特色是它紅色的喔 超級漂亮 眼睛都非常大顆 那這個通常都拿來做什麼料理 我們都是片魚片 然後呢 頭的部分會做成蒸蛋跟魚湯 它眼睛好大喔 它超級 超級漂亮的 它的尾巴特別長 它叫絲尾冰雕 來 小蕙 拿來看這個跟魚拍個照 這是 摸起來錯感好不一樣喔 我發現好像所有的魚都是 就是 釣上來就急速冷凍的對不對 我們這個是打海水冰 用海水去保存它的鮮度 所以說它每一隻眼睛都特別的明亮 那它的腮幹也都特別的鮮紅 它就是五七啦 而且這邊是魚市場 可是我都完全沒有聞到魚腥味耶 因為最近這個天氣的關係啦 這個是小蕙今天 有沒有印象 有 碼頭魚 碼頭魚 特別的嫩 它這個呢一公斤幾的喔 通常我們市售上 不太會在鐵板燒餐廳看得到 像這樣一條市價大概多少 一公斤喔 最少是980塊以上 還有更大的 這也是碼頭魚 這麼大隻 小蕙 小心喔 不要滑掉喔 好 這一隻市售最少三千 這一條至少要三千塊 這是今年我看過 最大隻的碼頭魚了 好 它的眼睛 對喔 它是 它的眼睛很大 等一下 怎麼可能這樣 來 而且它的 它是 恰彰 這都是野生的熟釣的 都超級新鮮 它好漂亮 它眼睛真的好亮喔 色澤好美 它就是真鵰啦 對 那這一隻呢 我們在餐廳上也會做魚片 小蕙 第一次看到那麼多魚 有沒有很興奮 我覺得非常的心急 它摸起來真的是觸感不一樣 對 我們通常在魚市場買魚的部分 都可以用這種觸摸的方式呢 用看塞蓋的方式 去觸摸它的這個滑溜度 代表它是很新鮮的 那這條魚怎麼料理才是最好吃 當然是 乾煎啊 我們頭尾的部分啊 這個肉片 套進塞蓋可以做乾煎 尾巴呢可以做燒烤類的 那頭的地方 該做成什麼 該做成雞壽湯味噌湯 嗯 這人今天認識到超多魚做的 今天很開心 今天收穫滿滿非常的幸福 然後這次也特別感謝 民水蘭樂 無菜單鐵板燒 然後除了在北部之外 陸續在那個中南部要破點 高雄的新冠三月的三多店 1月19號呢就會正式開幕啦 想要嘗試的朋友 也可以去嘗試看看喔 好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大家掰掰 掰掰 謝謝小慧 謝謝 掰掰